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漫蒙的故事 雖然是由我這麼一個長得不是很萌的人來向大家講述 相信很多人都認識背後的這個符號 也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在生活中使用過這個符號 無論是在聊天軟件中 還是在手機中 還是其他的人 使用過的能舉一下手嗎 我看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使用過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微笑的符號 很多人都使用這個符號來表達內心的開心 它頻繁地被使用在文字信息的時代 但其實這個符號它的年齡幾乎跟我是一樣的 它最早是在1982年在凱莱茲美恩大學 被一位叫Scott Billman的計算器科學家 在一封寫給自己的郵件中使用 可以說這個符號是網絡賣蒙的鼻子 那麼說到賣蒙我們有很長的歷史可以講 其中在賣蒙的歷史人 歷史中有這麼一個人物肯定是最有名的 那就是你老鼠 其實當20世紀20年代 迪斯尼創造這個形象的時候 他只是單純地想為一部分受眾帶來快樂 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形象帶來的快樂是如此的強 使得他不得不創造了一個大家庭 來共享這個快樂 那麼當我們在電影中 在電視中 在雜誌中 分享這些快樂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這些形象是非常生動和可愛的 但是到了網絡時代 我們怎麼樣能夠把之前談到的表情 跟動漫形象結在一起 我們發現這種結合 能夠更好地表達我們的情感 於是Line Friends就在說 其實很多人會想 為什麼Line Friends會這麼受歡迎 尤其是在亞洲地區 以至於我們把他引到南京的時候 南京年輕人對他的這個熱愛是如此的強烈 我們不得不採取限流的方式 來保證粉絲在店內的直接的體驗 那麼為什麼Line Friends會那麼受歡迎 他跟迪斯尼到底有哪些共同點 在此之前我想先向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Line Friends發展的一些主要的數字 其實大家現在都知道 Line Friends是Line聊天者 建築的表情包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當Line剛推出市場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表情包 2011年的時候 日本本周發生了八級大地震 當時的電話信號 尤其是手機信號 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但是網絡信號影響很少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Line軟件被推出了市場 在推出市場四個月以後 用戶數量是4200 那麼人們發現 在震後的魂力中 人們需要更加強烈的符號 來表達他們的感情 在這種情況下 Line Friends表情包上線了 令這個表情包的設計者 跟推廣者沒有想到的是 僅僅過了四天以後 表情包的使用人數 就達到了400萬 翻倍 在12個月以後 使用人數達到了1億 僅僅過了六個月 達到2億 在三個月以後 使用人數已經達到3億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種 指數化的增長 其實原因就在於 這個表情包 是能夠如此生動地表現 使用者的感情 使得他們都 紛紛向自己的朋友 進行推薦跟分享 於是Line Friends的表情包 就像一個病毒一樣 傳遍了整個日本 當時日本幾乎所有的年輕人 都在使用Line表情包 向自己的朋友 戀人表達情感 隨後又風靡到了 韓國和東南亞 可能 布朗雄跟肯尼兔 用了僅僅兩年的時間 就走完了 米老鼠跟塔老鴨 需要花20年 30年才能夠積累下來的 忠實的粉絲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這個6800億是2014年 也就是軟件的表情包 推出兩年以後 2014年全球用戶 分享的表情包的次數 也就是平均每一天 有超過20億次分享 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字 我們可以發現 軟件表情包的使用者 通過這個表情的分享 來表達自己的情感 其實真正打造LineFriend這個IP的 不是這個IP的設計者跟推廣者 而是每一個鮮活的用戶 就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樣 我們通過分享我們自己的感情 來尋找我們自己的同類 我們可以和他們一起 用這個表情聊天 一起玩遊戲 其實這種分享 是IP自我強化 最原始的一個起點 隨著IP的使用者 粉絲群越來越大 很多人發現 他們不僅僅局限於 在虛擬環境中 或者在精神層面上 來分享這種感情 他們需要把這種感情 帶入到實際生活中 於是線下體驗的產品 和場景就出現了 也就是說 迪斯尼公園的 迪斯尼樂園出現 不是因為迪斯尼樂園的設計者 需要去做這麼一個產品 而是米老鼠跟唐奧鴨的粉絲們 他們有強烈的需求 需要在現實生活中 去進入米老鼠的夢想世界 同樣 蘭普蘭的線下體驗店 也是同樣的道理 正是因為有足夠多的 布朗熊跟肯利特愛好者 希望在日常生活中 去跟布朗熊 拿一個現實的擁抱 去吃摩恩做的甜點 或者用BOSS的鋼餅 正因為如此 線下體驗店跟產品 才應運而成 現在我們可以在商店裡 買到各種各樣 與蘭普蘭有關的商品 總數量將近兩千種 從玩偶到文具到服裝 到各種各樣的配飾 到店的產品到生活用品 應有敬遠 其實這些產品 與我們買到的其他商品 不一樣的是 粉絲去購買 不是因為這些產品的功能属性 而是因為這些產品的 情感属性 但是購買產品就結束了嗎 並沒有 幾乎所有的粉絲 在購買完產品 以及在體驗完以後 都會把他們的體驗 在網上進行再分享 無論是在Facebook上 在微博上 或者是在微信的朋友圈裡 這種分享不是因為 他們對這個產品的功能 有多麼的滿意 而是因為他們想用這種分享 得到朋友們的情感支持 有多少人點贊 有多少人評論 有多少人轉發 這才是粉絲們 對IP形象分享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前面說了這麼多 其實IP的自我強化 就在於 它是從分享開始的 分享是打造一個IP 最最重要的一步 沒有分享 就不可能有IP群在 分享完了以後 其實粉絲數量的增長 是一個自我強化的 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廣告 太多的宣傳 粉絲數量就自然增長 這種增長 來自於對情感分享 有了足夠多的粉絲以後 就強化了 產品與情境的消費 然後把這些 產品與情境的消費 再重新在網上再分享 就像一個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這個就是Line Friends 從一個表情包 到一個IP的 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 但是又有一個問題 這種強化 能夠經濟到這種 時間和環境的考驗嗎 其實並不一定 為什麼 原因就在於 在現在這個時代 每天都有IP 新的IP 被創造 被宣傳 被消費 我們僅僅以熊的形象 為例 除了布朗熊 我們有太鼻熊 有輕鬆熊 有這個太黑的熊本熊 還有這個維尼熊 還有現在小朋友們 幾乎每天 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的 熊大跟熊二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我們 對於IP的選擇範圍 越來越高 與此相反的是 我們在每一個IP上 花的時間就會越來越少 這種剪刀差 就會造成什麼呢 造成肯定有單個的IP 它的關注度會下降 甚至會消亡 那麼像迪斯尼這樣的超級IP 為什麼能夠持續一個世紀的 受大家歡迎 其實我們可以對IP做一個 從外到內一個層層的分析 其實IP就像一個洋蔥 最外層是這個IP的形象跟風格 這個形象跟風格 是IP的用戶或者粉絲 能夠接觸到最兩層的 也是最容易受到模仿的層面 但是超級IP 它可以不斷的推出 新的形象跟風格 來滿足用戶對於新鮮感的追求 比如說 Line Friends在去年推出了一個新的IP 叫Trokko 它是一個女性的形象 它是布朗的妹妹 它的形象跟布朗完全不同的風格 布朗是走呆盲的形象 而Trokko是走時尚的形象 它甚至登上了時尚的雜誌 把它發封面 這就是一個新的形象跟風格的創造 在形象與風格在網裡 是IP的故事 因為形象與風格它是靜態 而故事是動態的鮮活 對於粉絲而言 他們需要更加鮮活的性格的IP 來做自我代入 而不是呆板靜態 對於Line Friends而言 有Line Offline跟Line Town 兩部動畫作品 這些動畫作品 在日本上映的時候 無數人把自己做了動態的自我代入 這個要比靜態的分享效果要好 非常的多 在故事層面之內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IP的價值觀 也就是說這個IP 這個形象 這個故事 它因爲什麼而存在 就像迪士尼 它的價值觀是什麼 它的價值觀是讓生活更加快樂 所有的迪士尼的動畫片 尤其是女傲主跟唐爾雅四連 都是圍繞讓生活更加快樂 這個快樂的核心來開展 那麼Line Friend也是一樣的 它的價值觀是什麼 它的價值觀是讓溝通更加可愛 因為Line Friend整個的這個形象 是基於溝通而創造 怎麼樣讓我們的溝通過程中 有更加可愛的效果 也能更加好的表達我們內心 這個萌的情緒 是Line Friend的核心價值觀 其實不僅 像迪士尼和Line這樣 以動漫作為主要形象的IP 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超級英雄系列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蝙蝠俠 蝙蝠俠這個IP 它創造了很多故事 有光明的 有黑暗的 但其實它的核心的價值觀 就是在黑暗和混沌中 創造了民間正義 這是所有蝙蝠俠故事情節 和它產品的一個核心價值 同樣的 美國隊長 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它的價值觀是原則之上的愛國主義 不管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二戰當中 還是發生在現在這個21世紀 這個原則之上的愛國主義 始終是它的核心 第三個就是蜘蛛俠 與前兩者不同 蜘蛛俠它長於一個平民 所以平民英雄主義 是所有蜘蛛俠故事的核心價值 正向美國隊長的這個 角色的創造者之一 Walter Daniel 他說的 其實對於一個真正的IP而言 最核心的是這個核心人物的價值 而並不是故事 故事固然靠它能夠為這個IP的核心價值加分 但是IP的核心形象是先於故事而產生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 其實在網絡時代跟前面時代有不同的是 在網絡時代所有的粉絲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和分享 進行跨媒體實現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各個媒體上 來抒發自己的感情 可以用各種方式 所以對於超級IP而言 怎麼樣在新的跨媒體的環境下 做創意跟產品和情境的更新 這個是他們能夠長勝出的關鍵 這種創意跟更新必須適應一個核心的價值觀作為基礎 粉絲通過新的創意跟新的產品和新的故事 從中體驗到的價值 它的心情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這樣這種核心的價值 才能夠不斷地積累積累 創造再創造 這種情況下 IP才能夠長勝出 所以在網絡環境下 一個成功的超級IP 它能夠像這個新的DJ布朗熊一樣 能夠讓粉絲跟他們一起Rock 這個才是一個成功的網絡時代 謝謝大家 謝謝